虽然现在取消了药品加成,但在医院里,医生开药拿回扣的现象却并没有消失。 日前,海南省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华生向媒体反映。 包括他自己在内,该院很多医生存在收受药伤回扣的情况。 卫生院管理层却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,甚至有可能也参与其中。 昨日,记者前往该院了解情况。 相关负责人表示,未听说有医生拿回扣的情况。 也并未听说有医生私自与药商接触。 目前,万宁市卫健委已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。 卫生院医生报内幕回扣案药物金额10%-15%给医生。 记者在华生提供的举报信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。 据知,门诊部一些医生的业务量大,如一个月看病开出10万元的药物量。 即可获得15000元的药品回扣金额。 即按药物的10%-15%回扣分配给医生。 这张是去年6月份的回扣单,单子的金额是98元。 这张是去年7月份的回扣单,单子金额是187元。 5月16日,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在职医生华生爆料称,包括他自己在内,该院一直存在医生收受药伤回扣的情况。 除了实名举报信,华生还称已留下证据他自己此前收受回扣的清单。 记者看到,华生提供的回扣清单一共5张,均为表格。 其中两张单子上有他的名字,另外三张单子则没有。 这两张清单是2018年的,分别是6月和7月的,华生告诉记者。 记者留意道,这些表格记录的是一些药品名称,数量等。 华生指着其中一张解释,第一列是药品名称,比如这款小儿宝泰康。 给患者开一盒这样的药,医生就能拿5元的回扣。 也就是表格第二列的数字5,第三列的数字2则代表数量。 去年6月份,这种药我开了两盒。 按照5元盒的标准,我可以拿到10元的回扣,也就是最后一列的数字10。 这款活血止痛胶囊,第二列数字4代表提成标准是4元盒。 第三列数字7代表这个月总共开了7盒。 第四列数字28就是当月拿到的回扣28元,华生向记者一一举例。 我开要少,平均每月拿千元回扣。 华生说,虽然这张2018年6月份的清单显示的回扣金额只有98元。 同年7月份清单是187元,但他每个月获得的药品回扣总额不止于此。 卫生院内药品很多,对应的药商也很多。 每个药商都有单独的单子,钱也是单独结算的。 每一张单子对应的只是一家药商。 华生告诉记者,平均下来。 他每个月通过开药能拿到的回扣在1000元左右。 而之前没取消药品加成时还要更多一些,不过。 现在开药多的医生,每个月也能拿到不少,我这个不算多。 药商与药房结算,药房再用信封装现金发给医生。 回扣通过什么方式给医生,药商又如何拿到医生的开药信息。 很简单,我们医生开完药。 患者都要去卫生院的中心药房拿药,药商正式从中心药房拿到相关信息。 再根据这些信息发放回扣。 药商的回扣也不是直接给到医生,而是每个月根据药房提供的清单结算。 然后由药房把现金、清单装进信封发给医生。 华生透露,据他了解。 因为提供了医生开药的信息,药房工作人员也能从药商那拿到相应的报酬。 卫生院管理层对收回扣视而不见,我要净化行医环境。 在举报信中华生还称,去年9月份,因为利益分配问题, 和乐中心卫生院中心药房内的几名工作人员, 还曾与药房负责人发生过争执,医生收受药商回扣。 卫生院管理层是知情的,却视而不见。 我之所以举报这件事,是为了净化卫生院的行医环境。 卫生院院长,将调查此事,明文禁止收回扣。 要求开药不能超三天的量,昨日上午, 记者来到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。 该院的医生简介显示,华生确实是该院的医生。 对于有医生拿药商回扣一事,该院院长唐某表示, 他没有听说过此事,也没有听说有医生私自与药商接触。 这个是明文规定的,医生不准拿药品回扣。 也不准与医药代表有私下的交易和联系。 唐某介绍,因为一些医院存在过度治疗的情况。 医生开大处方,给病人一次开很多药。 所以我明确要求,药品数量不能一次性开超过三天的量。 一年前,我们医院平均每个门诊处方药的价格是80元, 现已经控制在71元。 药品销售收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, 也从之前的75%下降到了65%。 在药品采购方面,唐某介绍。 医院采取政府招标网上采购的方式, 药品都是由医院的采购办在网上采购。 采取量票制,及厂家开一张发票送到供应商。 供应商再开一张发票给医院, 以减少药品在流通环节中的加价。 唐某表示,下一步他会在医院内进行调查。 如果发现存在医生拿药品回扣等违规行为, 将严肃处理。 记者也就此事到万宁市卫健委了解情况。 相关负责人表示, 他们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收到了关于此事的举报。 4月初的时候,万宁市纪委接到这个举报。 然后转到我们这边,让我们调查处理。 该负责人说, 他们所掌握的举报材料跟记者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。 但是因为收到材料的时候刚好是机构改革, 之前的分管领导调离。 党组决定等人员到齐后再处理。 我是5月14日到任的, 领导就把此事交由我处理。 该负责人表示, 由于近期一直在准备国家卫生城市的考核工作, 所以调查工作目前尚未正式开始。 我已经抽调人手成立了专门针对此事的调查组, 近期准备开展调查工作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